那是黑马 我觉得所谓看现场 就是你要看到人的魅力 你才会跟把他的音乐理解了 其实就比如说他的歌词 看似好像没说什么 但是真的特别真理 就少就一定很多 然后他对声音的把控那么年轻 其实他们有很好的 很敏锐的那种直觉 选择和弦的走向了 选择搭配东西 真的非常巧妙 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当代的人 在我看来思维以及创作方式 所以就是很可爱 我觉得很有灵气 他不是那种 比如说他们写歌不会是跨度非常大 就是有一个主歌是低的 到副歌突然变很高这种 这个其实是很老套的一个写法 然后就是他的写词的创作方式 他不是那种明确给你一个主题 他并没有刻意要讨好你 并不是刻意要用这个歌的一个 你很易懂的东西去跟你沟通 没有很高 我觉得也已经不错了 其实我觉得把不同的作品 搁在一起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 有的东西就显得好像有一点点软弱 好像没有力量一样 是这个东西就很难避免吧 但是不一定 就是我觉得歌迷大家都是人 你还是会被某些东西 一个巨大音量那种激情 他还是会被震撼 然后突然小小的很迷幻什么 他可能真的一下回卧神了 作为一个黑马 就作为他们那样比较 其实所谓比较迷幻 比较温吞的东西 能够被认可已经 已经很好 我就是觉得 我看他们 我第一次看他们唱这个歌的时候 伎俩 二十年前梁龙应该还是个小伙子 然后二十年过后 再次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 竟然没有变化 我觉得他人的状态 以及对他自己作品的那种诠释 完全还是他当时的那个样子 就一个歌词可以唱二十年 都不觉得 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就说明他写得很好 我觉得他身上一直有那种 特别质朴的东西 然后就是每个人看的面不一样 比如他很视觉希腊 平时化妆了什么 但是我始终就是还是能看到 他身上特别质朴的那一面 那个是特别打动人 我觉得没有太不一样 但是声音玩具 今天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 有的人他真的就是个选模 他喜欢那个氛围 然后比如那个节奏很舒缓 吉他的旋律 每一个地方呼吸都很准确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他非常用心 就是你能感觉到 他对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他的掌控里 我以前是个摇滚小白 就是因为月下他一星期只有一期嘛 然后不够看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那种能看到的都看了 原来当面看亚东老师的弹琴是最感受 终于见到你们了 我就特喜欢这种音乐起来 也不需要久就脑子里能嗨的这种感觉的音乐 我终于去看到能吹树叶的人了 就是这就是我眼中迷人的女人的具体呈现 首先我要表达一下 我觉得朱朱老师特别的酷 我一直被你吸引着 就连我强烈要求后期稍微剪掉一些 就是我对他们的表白 就是坐下之后 我甚至觉得有多少有点就是不体面 就是有点失态 我其实没有遗憾力 因为我看到了一场真正的那个就是表演 我这个 我的小任务 打勾完成了就可以了 乌鱼乐队的几位老师就说到我 扎到我心里的那个 每天每天打鼓生活是最完美的生活 我那个时候让那个我们觉得 我们的坚持不是愚蠢 对 很多时候 我也被很多人觉得是古怪的 或者说异类 在乐队的夏天 我好像找到了同类 我看到那个老爷爷在那打鼓 然后他就那么快乐 然后就是那一刻 我就真的很想感谢他 让我觉得 很多我看似古怪的 异类的一些没有必要的坚持 不是犯傻 我有自己可能不为人知 很多古怪的习惯 古怪的想法 我又非常坚持古怪下去的地方 会有的时候 这也说古怪 那也说古怪 你会有点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古怪 那古怪是不是错了 然后在你慢慢成长过程中 老天会派这些人到你身边 让你知道你不孤独 这个真的是太酷了 绝对是新一代的好农民 我都在台上 就是想象着 如果他们三个人 就在稻田边上 打着鼓 敲着那个铁 他有的时候会喝着一杯红酒 在稻田里 在田里 在种田 在收割 那个场面 我就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 一个乡村场景 我觉得他们很会生活 他有热血青年的感觉 就是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真实的态度 我看到那个叫funky的 这就我就觉得所有人的焦距都在盯着这个白发 大大侠 对这个funky已经64岁了 他参加部一乐队之后 可能赚不到什么钱 但是他这种既能当制作人 然后又能自己这个创作 然后又能在这乐队里当一个很重要的鼓手这个身份 我觉得他的人生可能他自己已经认为非常的圆满了 非常开心 他可能不会在乎这个就是有所求的感觉 就是他已经活到 然后我今天跟马老师他们说 我说这才叫劳如所因 你就像他那种白发戴上他那个红色的那个头孤啊 打鼓的那个感觉在打屏幕上出现 我就觉得摇滚不死的那个感觉 摇滚不死的感觉 还有就是二手玫瑰 对 其实我好多年前就已经是去看过了二手玫瑰的短情演出 他们其实把那个二人传已经全都拿捏得死死了 其实他们也有诽谐 也有嘲笑 很现实 可是他们把自己的态度和二人传融在一起 再加上他们自带的那种二人传腔 就形成了一派 我今天在台上还问 是就你那个每次的造型啊 和你的化妆那些东西 那倒都是你来负责吗 他全都是一个人包棒了 我跟你说就有这样的乐手和主唱 因为他知道他最终他要什么 很精准 everetz 爱情 优优雅 快做 优雅 1914 кую